評論新講我覺得還是那句老話 專注在過程 過程好了 結果自然就好了 所以我想我們球隊這兩天也都很好的 都有很好的共識 我們的第一個要求是希望在每一個比賽的過程當中 都能夠比上一場更好 然後在每一場比賽的時候如果有了缺點 希望在下一場能夠把它調整過來 所以如果專注在這些事情上面 其實我們沒有在想連勝 也沒有在想這個機率有多大要進季後賽 我們全隊上校現在都做得還不錯 就是專注過程 其他的該發生的就會發生了 就活在當下 你一開始去 就是英文就是don't count 不要開始數 當你打球 你不要數你得幾分 你不要數如果我 double double triple double還需要什麼 如果我沒贏球還需要什麼 不用數 我們就一直活在當下 一個戰術一個戰術來一個來回一個來回 一場比賽一場比賽 一場訓練 一堂課一堂課一個訓練 這樣子就是 就活在當下 我覺得這是最好的方式 就是穩定的 往下走 那你走多遠 你用這種方式我覺得是最好的 這場比賽 來訪的台北富邦勇士 在第一節後段建立領先之後 是一路揚長而去 最後的比數89比68 以一個21分的差距 擊敗了目前排名第一 同時也是主場的新北國王 拿下這場大比分的勝利 我們在主場也在沒有木人士的狀況下 其實我們並沒有贏球 那我想這禮拜有特別告訴球隊說 不管對方有木人士 畢竟Q第四節就只可以打 再加個 他第四節還是非常可怕 那其實我們在上一次對戰當中 在這一個主場 對方的主場 我們上一次來我們是贏球的 可是反倒回到我們主場 我們卻沒有辦法贏球 那很多就是在防守端上面出現很多的問題 那今天其實有對這些問題去做一些修正 所以四節裡面就第三節讓對方得24分 其他三節就是 讓對方命中率比較低 三節都是沒有辦法超過20分 所以我想89比68的比數 對方只要沒有辦法超過80分 那當然就是防守端做得非常好 那進攻端上面 其實我覺得我們在打這兩球之前 就已經知道說 應該是已經進氣球賽 有一些對戰的組合的問題 並不會說因為我們今天贏球 或者是說對方誰對誰輸球 我們才晉級 就教練團而言 我們已經自己知道說我們晉級了 所以本來就算今天希望是13個人都能夠上 還是跟這場一樣 希望13個人能夠 每一場球13個人都能夠登入跟上場 因為像更豫其實剛剛受傷直接送醫院 最不希望的事情就是 球人的受傷 因為他可能感覺起來 現在認單應該有一些受損 所以我希望是球人不要再有受傷 然後第二個就是 既然已經晉級了 然後我們跟去年一樣 不會去力爭排名要排到底幾 而是讓我們球員能夠更多上場的機會去做磨練 讓我們之後是要有更多的可用之兵 因為畢竟跟國王還有三場的勝差 而且在八場的對戰上面他們取得五勝嘛 所以其實我們贏追平呢 我們也是沒辦法超過他們 超過他們 然後我覺得1423 現在每個球隊都不好打 所以沒有必要去挑對手 就是照我們現在的節奏 就一場一場把它打好 然後打出更多像陳范今天這樣表現的球員 讓年輕球員有更多的機會 能夠上去幫助到球隊 大概後續的準備會是這樣